確診在家照顧的確診者越來越多 但台北市僅有民眾確診在家四天 連管 懷包 藥物都沒拿到 更有人呼吸困難 打電話也1922竟被告知 不能呼吸才能送醫 莊先生和哥哥上週接連確診 不但只能自己搭計程車前往醫院PCR 確診了關在家中 更沒有接到任何電話關心通知 藍軍痛批 實在有夠誇張 至少在第一時間關懷包 確實送到我們確診者的手上 是像今天我們這樣遇到的個案 進入了第四天 他手上什麼都沒有 另外也有民眾得知自己確診後 接完醫療電話 五天來都沒後續通知 連關懷包都沒拿到 陽性確診之後 有接到醫療的電話 醫療有在四十幾分鐘 但是都沒有在接到後續 就是說這樣隔離單的部分 當時我今天打過去問的時候 他發現說我的資料根本就沒有見到 那我都不知道醫療這四十幾分鐘 到底是在幹嘛 台北市衛生局說 若沒收到關懷包 可以跟趨吉關懷中心反映 親政客跟醫院醫療視訊問診 如果真喘不過氣 緊急需求就快打119 但黃越亂象不間斷 連高雄也有南大生爆料 自己被學校通知 班上有學生確診而被匡列 但詭異的是 南大生明明從開學至今 根本沒去過學校 特殊的狀況 那可以跟我們這邊來反映 確定他的確是從學校開學之初 就沒有進入校園 那這部分自然風險不會成立 全台確診數狂飆 但中央防疫政策 滾都是調整 就怕根本堵不住 快速散播的病毒 更製造越多防疫亂象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神霧化器 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神隨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